第1款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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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要介紹的遊戲 算是一套小時候羅卡非常喜歡的遊戲 欸好像不只一套 因為呢這一款遊戲呢 它裡面總共有十套遊戲 今天要介紹的遊戲呢就是我們的 洛克人傳奇1加2 然後這個為什麼要說它是十款 遊戲在裡面喔 其實呢洛克人傳奇的1裡面啊 總共有1到6代的洛克人 就是以前最古早的任天堂十集的洛克人喔 然後呢它的傳奇2呢 裡面就有7到10代 那這個呢算是羅卡小時候非常喜歡的一個 橫向卷軸的動作遊戲喔 相信這個洛克人大家應該都是不陌生的 以前小時候呢甚至還有它的卡通在電視上面會播出 那裡面的部分呢其實羅卡比較印象深刻的 應該是洛克人3代跟6代 因為呢那個時候在3代的部分啊 是最早接觸到的洛克人遊戲 那個時候呢為了要去過它的魔王喔 還去研究了很久這個武器到底是哪一隻克哪一隻的 看到它的那個血條扣血很快啊 整個打起來那個爽快度就是非常的充足喔 好啦那任天堂呢總算是把這十款洛克人呢一次給集合了起來 裡面呢包含了羅卡有玩過的跟沒有玩過的 全部都出現在裡面了 所以呢今天羅卡就來好好的分享一下這一片 洛克人傳奇1加2的遊戲吧 那我們首先呢還是先從它的封面開始看齊喔 那洛克人呢其實應該算是卡普空的招牌遊戲之一喔 上面這裡呢是洛克人傳奇1的部分 旁邊這個應該是布魯斯吧 好像叫布魯斯 然後下面這隻狗叫萊希嗎 這個萊希可以做成很多很多的變身 那會有不一樣的功能 下面呢是傳奇2的部分 這個地方呢其實羅卡7到10代是沒有玩過的 背面的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裡是1到6代 下面這裡呢有7到10代 總共呢一次就把所有的洛克人遊戲呢都丟給了我們喔 下面這邊呢還要寫到它有一些比較高難易度的挑戰 再來呢下面這裡是跟惡靈古堡1.2是很像的喔 因為呢這個洛克人的傳奇2呢也是需要透過下載的 那它的期限呢是到2020年5月25號 所需要的容量呢是4GB喔 那其實在這部分呢羅卡稍微比較不解一點啦 因為呢洛克人應該算是一個容量蠻小的遊戲 可是呢為什麼任天堂會考量把它給拆開來 而不把它給做在一起 是不是因為數位版這樣子的分開販售呢 讓人比較容易入手一點喔 所以才會考量用這樣子的做法 那這也是羅卡的猜測而已啦 畢竟呢行銷模式也是任天堂自己在操作的喔 那下面這裡呢TP模式平板模式還有攜帶模式 全部都是一個人玩的 旁邊這裡有支援Pro的手法還有支援Amiibo 那我們接下來一樣來看看裡面的配置喔 裡面的配置呢總共是像這個樣子的 底圖呢有非常多的洛克人的相關圖案喔 不管是正派反派主角呢完全都在上面喔 那下面這裡呢是我們的遊戲卡夾 上面這裡呢有一些遊戲裡面的文件等等的 這張呢應該是裡面的一些武器的表格啦 那因為都是圖片加上日文 所以呢羅卡也比較看不太懂 第二張的部分呢一樣是洛克人傳奇2的部分 下面這裡羅卡遮住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序號喔 那也是一樣要透過E-Sharp上面做下載 才有辦法玩到洛克人傳奇2的代喔 那後面這裡呢有教我們一些簡單的E-Sharp上面的操作方式 最後這一張呢其實算是大家最喜歡的一張吧 因為呢上面這裡有預告了洛克人11代的發售喔 那下面這裡呢是介紹洛克人X的傳奇系列 相信呢這個洛克人X的部分呢也有不少人在等待吧 好啦那講了這麼多呢就趕快來進入遊戲裡面 品嘗一下過去懷念的洛克人味道吧 好現在呢我們直接來進入遊戲裡面 那現在呢是看到遊戲一開始的畫面喔 那這裡面呢其實有一個Megaman跟Rockman 它一個是美版一個是日版的 然後語言部分呢欸很可惜的沒有中文 裡面呢多增加這個可以聽音樂的地方喔 這個地方算是羅卡還蠻喜歡的地方 因為呢裡面有很多背景音樂其實都還算蠻經典的 所以呢可以透過這一個地方呢 來去聽遊戲裡面的音樂喔 那進來裡面呢總共有1到6代的洛克人 光從這一些洛克人的圖片看起來就知道他們有了一定的年代喔 好那這個呢是洛克人1代的部分 其實呢洛克人1代在早期 呃這個時間啦應該剛出來的時候 是羅卡還在小朋友的狀態吧 非常非常的小朋友 好所以呢現在還是回來玩一下 比較熟悉的洛克人3代 那這個部分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裡面呢已經把陀螺人給打掉了 所以現在呢就直接來打第二隻 那整體的關卡緊湊度呢其實 非常的刺激 因為呢整個關卡幾乎沒有什麼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難易度呢算是適中 不過呢在很久沒有玩這一些遊戲之後還是得要稍微熟悉一下 他的地形 然後跟怪物在哪邊會出來 包括呢整個怪物的特性都需要稍微熟悉一下 因為呢有些怪物可能會有一些附屬的傷害 或者是等我們靠近的時候呢 才有辦法了解他會有什麼樣的傷害 包括呢像這個在跳的啊 他有可能就是一個平時我們是射不到他的狀態 那其實在很多地方呢都會出現敵人來干擾我們 非常多的阻礙 來讓我們掉下去洞裡面 好那現在呢已經打完了這一隻魔王喔 其實只要拿到對的武器啊來去打這個魔王的話 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而且在三代似乎是不會有那個閃亮 就是被打到之後呢會閃亮 然後就無法攻擊 三代是可以做連續的攻擊喔 那現在呢我們再來打一隻看看 有一些關卡呢其實他都會設置一些類似 路障嗎應該要講路障嗎還是要講這個叫做 呃層層光卡的感覺啦 有那種層層光卡的感覺啦 那我們就得要不斷的去突破 那遊戲裡面呢可能會有一個一半的地方 會讓我們做中途的紀錄 不過呢只要死完之後 重新接關就會又重頭開始喔 好那接下來呢打第三代的 這個應該是算第三隻的BOSS啦 那這個打BOSS呢其實大家如果有要玩的話 可以在線上找到一些攻略 那他們呢都會教到BOSS應該要如何 照順序打下來是最順利 最簡單的喔 因為呢在洛克人裡面 他們的武器就是遺物克遺物 好那我們現在再來玩這個六代的部分 稍微玩一下 那第一隻呢網路上面是建議先打這個 會射火焰的魔王 那裡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關卡 比較特別的關卡 那地上那個紫色的阿 其實一開始羅卡沒有發現他是油 可能太久沒玩了啦 以前應該是知道 那那個油呢踩上去是會減慢我們的走路速度 只要被點到火呢 那個油就會燃燒起來變成一片火海喔 那這火海呢跟監製是一樣的 只要去踩到的話呢就會直接隔屁喔 好啦那今天的遊戲呢就先玩到這邊啦 掛了掛了掛了 好現在呢終於玩完了洛克人的部分喔 其實呢在這個洛克人傳奇的1跟2裡面啊 目前為止羅卡是還沒有下載第二的喔 因為呢光是洛克人傳奇1裡面的遊戲啊 這1到6代已經讓羅卡非常非常玩得津津有味了 那在這一次switch的重置版裡面呢 其實除了可以玩到原本的洛克人以外啊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螢幕都是寬螢幕的狀態 那任天堂呢也在整個螢幕呢上面做了一些調整 包括呢裡面多了一些新功能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話題啦 包括一些BGM可以直接聽的部分呢 那像羅卡呢自己本身是比較喜歡像洛克人3代 剛進來的這個BGM喔 就是在洛克人出現然後呢可以選擇這個開始遊戲跟選擇輸入密碼這個部分呢 音樂是非常好聽的 因為呢羅卡小時候就會非常喜歡聽這個音樂 網路上面呢其實有蠻多人去彈奏這一首音樂喔 不管是用什麼其他的樂器都有去彈過喔 畢竟呢這都是以前小時候常常在一個下午回蕩在腦袋裡面的旋律喔 那整個遊戲呢在玩下來呢也不會非常的沉悶 雖然說呢音效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帶起來的刺激緊張節奏感呢算是都相當的好喔 所以呢如果有喜歡像這樣子的復古遊戲的啊 也不妨來去自己入手看看 玩玩這樣子的復古遊戲喔 也讓自己可以回到當初小時候玩電動的那一份感動 那如果說是年紀比較輕的小朋友呢 也可以來體驗看看 欸像羅卡這樣子的老人呢 當初玩的遊戲到底是什麼樣的遊戲啊 好啦那裡面的內容呢就留給大家慢慢的去品嚐啦 今天的影片呢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